我們這次分了兩天來這個藝禮坊 再次欣賞牆上的壁畫 在很近自己的家 閒離都可以了 這次來我們更加明白畫的意思 像這幅畫 有些鳥籠飛出來 變成有個女孩 這隻腳也有些軟毛的男人 變成一個少女男 其實這個藝禮坊 是由中正街、麒麟梨和石棧梨 在一些很舊的樓 西盈盤的閒離欄中心 是組成的 他們的畫都是有些主題 來做主題 例如這些是用音樂和舞者來做主題 接下來有個李小龍的壁像 其實這裏是遊行機地產 他邀請了九位本地和一些國際知名的藝術家 在十三幅大廈的外場 他就圖上了九幅很大型的壁畫 令到這裏一個這麼舊的社區 而且是西盈盤 我想時常都很容易經過的地方 變成一個好像Souho 一個壁畫的社區 行機的藝禮坊 就是這裏 第一期就是這個 左手邊 現在賣的就是這個 第二期 二百多呎 要八百多萬 九百萬 我們來到的時候 那些地產都邀請我們上去看 但是二百多呎 要成八百幾九百萬 有些成千萬 我們聽到之後 我們都放棄了 我們都不想浪費時間上去看 香港的樓真的現在是很瘋狂 一直都沒有跌 甚至現在COVID-19 那些樓都不是怎麼跌 真的不太明白 但是有很多人買的 這麼貴的樓 又有很多人承接到的 當然如果是回中環 是一些比較收入好些的人 那他買這裏是很方便的 因為他在西螢盆站 一上來兩分鐘就可以回到家 不過始終都實在太貴了 太貴了 我覺得 這裏是很方便的 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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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非常不錯 我很喜歡這幅很大的壁畫 好像維亞南小街 有些橋 有些樓 有些樹 有些樹 很大幅 這幅很大幅 我在這裏停留了很久 因為我很喜歡這幅畫 所以我就拍了很多照片 在這裏做留念 那我應該要隔很久才會再來 因為我拍了兩次 其實也很感謝這些藝術家 他們很仔細去畫 每一筆每一畫 在水喉 那些門窗 各方面 他們都很用心機去畫 我們有時候去台灣旅行 我們會去一些文青打卡的地方 這個也值得推薦給外國回來的朋友 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來這裏去欣賞一下這些畫 還有他也在這個海尾街 即鹹蘭那裏走進來就是了 而且地鐵站也很近 所以是很方便 不用去到很遠的地方 但是這裏還有很多工程在做 你看很多圍環圍住了 那拍照又沒那麼漂亮 這裏是彩虹樓梯 我想遲些或者會好些